这个话题也要来关心我国的防疫措施恐怕出现危机 因为国内连续两天出现无法排除感染源在台湾的确诊者 其中新增的印度籍船员 他入境台湾长达两个月之久 在检疫期满之后 鱼饭店住了21天才发现确诊 国内专家坦言 这名个案很有可能是本土感染个案 另外中国的防疫专家钟南山也提出警告 防疫除了要小心 人传人也不能轻忽病毒透过环境传播 最好要研究病毒达到多少浓度时 会出现接触感染 案764印度籍船员在台湾待了快两个月时间 是在快返国前经船确诊 国内有感染科专家直言 要是证明船员是在印度感染 现在CT值应该是35左右 但船员的CT值却是31 研判他是最近两周才发病 无法排除本土感染 本身在台湾被再次感染 其实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原因就是我们在疫调的过程中 缺了一个资料 检疫14天 外加自主隔离7天 这段时间的PCR 到底那时候是阳性或阴性 感染源头有带离清 带令人担心的是 疫情会不会有扩散的风险 因为证明印度籍船员打从检疫起码之后 还换了饭店住了21天 之后都在船上工作 指揮中心也紧急裁剪 包含饭店员工跟船员 一共39名接触者 目前还有半数结果 还没出炉 但除了境外个案是一大风险 英国首相强生也开记者会宣布 最近还发现了新变种的病毒株 还可能比旧的病毒株 增加70%的感染率 高突变率的一个产生 它不敢保证症率就会增加 所以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保护好 指标案例不要接触到 我们的益售上的族群 台湾的本土还是相对安全 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也提醒说 要小心人传人 同时更不能轻忽病毒 透过环境传播带来的风险 最好研究出病毒达到多少浓度 会出现接触感染 找出规律才能做好防控 最后很明显的电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